往年人几人的九寨沟 今年国庆只有211名客人 而且这些游客 大部分还都是本地的 咱们来看一下具体是咋回事吧 来看一下南方周末的消息 2022年国庆的九寨沟 那是一场冷情 国庆前三天只有12名游客 10月1号当天 只有一名游客 包场游九寨沟 而且九寨沟景区的工作人员说了 就这一名游客 他也不是外地的 他是本地人 而在整个国庆期间 单日可以容纳4.1万人的九寨沟景区 仅仅迎客了211位 这7天的迎客人数分别是 1人7人4人 55 60 53 31 家人们这个数据 可是九寨沟的工作人员 向南方周末的记者证实的 211名游客是个什么概念啊 家人们 那还不如2021年同期的零头 2021年国庆期间 九寨沟迎来的人数是 171299人次 九寨沟的工作人员说 就算在往年国庆中 九寨沟也没有出现过这种 客流量极少极少的情况 那国庆期间 九寨沟为什么会暴冷呢 南方周末报道 或许与当地的疫情防控有关 景区的工作人员说了 进入到阿霸州之前 你得五天三减 落地之后呢 你还要三天三减 而且啊 最后一次核算报告 你需要在24小时之内 你这个时候才可以预约景区 所以啊家人们 也许这就是九寨沟前三天 游客数量只有个位数的原因吧 不过啊家人们 九寨沟可不是个例 国庆期间 阿霸州辖内的黄龙风景区 还有四姑娘山的游客 都是个位数 甚至无人游览 其实啊家人们 国庆期间暴冷的景区 不仅仅有九寨沟 还有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啊 也是暴冷的 你比如说西藏的拉萨 新疆的乌鲁木齐 云南的西双版纳 还有海南三亚 咱就说三亚吧 国庆前这个疫情刚刚平稳 但是假期呢 又出现了温土疫情 2022年9月30号到10月3号 三亚凤凰机场的日军航班 只有113架次 你再说云南西双版纳 9月30号到10月2号 西双版纳蒙海线累计报告 阳性感染者20 还有湖南的凤凰古城 也陷入了疫情的困扰 哎呀 这个疫情的影响 无疑是对旅游业重创